嗨嗨,我是羽翼之杜 欢迎回到祝福的时间 今天有乙哲的祝福 那是约翰的朋友来的投稿 他说约翰已经单身两年了 都交不到漂亮的女朋友 最近开始放弃想要随便找一个人 但他人太善良了 我很怕他都被骗 所以麻烦你帮我劝说他一下 然后他也是YouTuber 那其实我觉得就我常说的 因为现在疫情比较趋怀的 其实可以多参加一些活动 然后可以去多认识一些同温层 就是跟你同样兴趣的朋友 先从朋友开始 然后再慢慢的去 女朋友交不到 或许男朋友交得到啊 maybe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首先你要先扩充你的 人脉人际关系 然后你的社交圈就是 比如说你喜欢玩电玩吧 那电玩可能就有同温层啊 就比如说有一些电玩的网剧之类的 之前有一些游戏公司都会办一些那种游戏的网剧 就是官方的那一种的 尽量就是 是官方的 然后不是那种私底下见面 那个可能就会很容易被骗啊 或者是被新人跳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先找一些 是比较稳定的 然后又是跟你 兴趣相同的 然后去认识朋友 先从认识朋友开始 然后真的彼此有互相 有那个意思的时候再继续下去吧 好 善良这个我真的觉得就是 个人人格魅力的关系吧 所以就是朋友啦 要帮忙多看多看看啊 然后认识的可能朋友带出来 认识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这个人 而好或的是坏 总之我觉得因为 善良就是他的人格特质 你也不可能叫他突然说 啊他变得很坏之类的吧 所以我就是朋友多多帮忙 关照关照这样子吧 那就祝约翰赶快找到一个 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 是真心喜欢的 而不是随便找一个的 然后也祝你身体健康 外事努力 有快乐美好的一天 享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啰 我是鱼鱼之兔 那我们下支祝福的时间见啰 拜拜